聽說熱的熱米我煩的魚就燒了 那六度還在 還在 還在 很清楚的還在 那個油剛剛有熱的 好 那接著下來 我們辣椒蒜末 真的是 那油怎麼那麼熱 剛剛油怎麼會熱的呢 剛剛有在滾 剛剛有在滾 好 那麼辣椒蒜末 下來以後呢 玉米顆粒 這個熱鬧了 這裡面 是 蔥段 辣椒 切丁 那麼一點點 還有蒜末 對 一點點的那個 自來高湯 那個自來高湯 好 那現在下調味料 不要太鹹 因為玉米顆粒呢 本身的甜度對於鹹 它是很排斥的 我們剛剛那個高湯咧 有用嗎 沒有啊 沒碗清水 沒... 好 那麼鹽巴進來就好 鹽巴進來完了以後呢 這邊有剛剛剝菜頭 先可以炒 對 很耐炒 耐炒 而且 讓它顏色好看 那現在來把過好油的雞丁進來 它就是用食材的特性 讓它整個的玉米雞丁飯 是... 視覺跟口感都變得很豐富 對... 這樣就可以了 好快喔 漂亮 它好咧 好 那麼起鍋之前 一點點的香油 亮 有加雞粉嗎 沒有 沒有 這個雞跟加雞粉 是很奇怪的事情 你有加啊 沒有 很多人都會借雞粉的方便性 好 那我們先來煮湯 難怪很胖了 還要吃美肉 這個太鹹了 剛才隔壁這個西田哥跟小憶 他們那一組在 在下菠菜和蛋液的時機 你覺得怎麼樣 有一點早 太早了 對 因為你蛋花湯還是要軟 那你說我現在這 即便是番茄豆腐湯 你說雞粉要不要擺 我們也不反對 但是你不要高溫煮 你把雞粉放到碗裡頭來 用蔥的就可以了 用蔥的就可以了 好 那現在整個前紅素 紅的湯融出來了 融出來了 融出來 完了以後 千萬留意你不要偷懶 你偷懶就加番茄醬進來 它就有一個機械罐頭的味道 那個不好 很少會在湯裡面 加番茄醬吧 有 有 你偷懶的話就這樣子 融出來了 真的 會喔 會 真是不笑商人 太過分了 好 那把雞粉進來以後 一點點的鹽巴 也用蔥的 用蔥的就可以了 你一拌開來 它的甜度就特別高 那現在這邊整個 滾透了以後 你把火可以關掉了 也用蔥的 用燜的 用燜的 他其實好耐性喔 對嗎 不能拉 不能拉嗎 不要去拉 你一拌開來 對 那麼其實我們用食材之間的熱度 把蛋給導熱 導熟 它的蛋就跟豆腐一樣 加了菜 火關了 這個生活 裡面熱又跑不掉 跑不掉 上下一起加工 它也是熟了 對 這樣子少弄它三分鐘的 花絲 又閃 真的 真的 香油倒進去 香油倒進來 也用蔥的 也用蔥的 流行蔥泡食物 你這湯也太濃了吧 濃 完成了 漂亮 謝謝